大家好 哇 哎呀 长得很帅呀 我看到她就想起我小时候 你妈妈赋予你这样的外形 请问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到底怎么辜负了你妈妈的一片心意 我听到那个小场的歌响起了我小时候 那妈妈就放心了 小朋友多下自我介绍 我叫叶伟国 今年六岁 我是最怕冷的俄罗斯人 因为我现在住在广州 确实 她叫叶伟国 这名字很中国 你的俄罗斯名叫什么 格尔吉 哦 复述一遍 再说一遍 格尔吉 噢 格尔吉 你说 格尔吉 不是格尔吉 格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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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三个人谁说的最对 都说的不对 哈哈哈 啊 你除了会唱歌还有别的才艺吗 还会 琴琴书画 琴就是弹琴 没有花香 吉他也算 琴嘛 六千琴 琴 你会下什么琴 国际象棋 哇 你有多厉害 我国际象棋比赛拿过第二名 你很厉害了 琴琴书 你写的是俄文还是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中文 哇 他比一般的中国小孩写得都好 对 画呢 哇 画画大熊猫 我拿过第二名 在他的县压里面 目前还没有第一名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说明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都空缺了 这个比赛 他太忙了 他很难兼顾 那除了琴琴书画 你还会什么 我还会无中语言 我猜一下好吗 好 你会中文 对 你会俄文 对 你会不会广东话 广东啊 广东话会一点点 你讲一个 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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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差几个了 差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法语 卫国那你只是告诉我们你会 但是你得证明给我们看 能不能用不同的语言说新年快乐 可以 中文 新年快乐 真好 俄语 斯诺文 说得好 你听懂了吧 特别标准 华语 原汁原味 对对对 新年牙语 这个我听懂了 英文 Happy New Year 耶 我们都会 是我们都会 西班牙语的新年快乐 教他说 Feliz Año Nuevo Feliz Año Nuevo 法语 教他法语 Bona Ney Bona Ney 这个很简单 好了 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吧 提问 朱丹姐姐请问 把大象关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两步 错 只有一步 一步 大象自己把门打开进去 然后把门带上 弯弯 没想到 啦啦啦啦啦 朱丹姐姐看来你挺漂亮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问 把大象关冰箱里总共分几步 一步 错 没步 因为大象感冒了 根本不想进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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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弯 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提问 朱丹爷爷 我会俄语 英语 法语 汉语 西班牙语 你想听我用哪种语言演唱 这首歌的高潮部分都是一样的 拜托 哇哇没想到 拜托 请问 柳一伟叔叔 我可以把你的名字 用成语接龙的方式 接到家庭幽默大赛 你信吗 不信 我也不信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 我信 你接一个 你都信了 我就不用证明了 哈哈哈哈 哇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谢谢大家 我表演完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跟大家开个玩笑 其实不论现场哪一位观众 说出你的姓名 我都可以用成语接龙的方式 接到家庭幽默大赛 你们想试试吗 有 哇哇没想到 哇哇哇 那你从我这接一个 刘怡伟 刘怡伟是个好名字 字字猪鸡鸡飞狗跳 跳进黄河起步轻 轻轻白白白手起家 家庭幽默大赛我表演真的完了谢谢 他的节奏踩得特别好我觉得 你不管什么名字他说这是一个好名字 字字猪鸡鸡飞狗跳 你会多少个成语 555个 我觉得没有55个我们需要演示一下 需要英伟国给我们演示一下 冻结冰是是车下走 走福无地地北天南南北东西 西游东淡淡产青家 家败人茫茫不带兮 西迈焦猩猩不由己 我们信了信了信了 他真的不眨眼睛 在背的时候完全是全神关注的 麻烦你一下 你把刚才说的这些成语 用俄罗斯语再说一遍 我不会 诚实的孩子 哎你的中文这些都是谁教你的 爸爸 你爸爸来了吗 来了 巴比迪修大 巴比迪修大 哇 哇 大家好 好你儿子太棒了 没有我的棒 哈哈 没有你大 对 啊 哦 您会几国语言呢 一个我只会讲俄语 你中文也不错 中文这个是中文吗 对啊 啊 那两种 哈哈哈哈 我觉得爸爸太幽默了 他怎么练不眨眼睛的 哦 我觉得爸爸也不太喜欢眨眼睛 对 对 这是一种习惯的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眨吗 没有 哈哈哈哈 你睡觉的时候会眨眼睛 不眨我都闭上了 看方便到时候起来也不要 哈哈 看一眼 哈哈 哈哈 你姐这样 你睡得就行了 哦 我觉得爸爸太幽默了 您在中国多少年了 我在中国15年了 哦 好 那您是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对 我喜欢中国文化 也希望儿子也喜欢 您会多少成语 哇 2375个 别推我 我不信 您说一个比较不常用的成语 让朱丹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看能不能考中他 中国人何谷为难中国人呢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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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下雨 你们认识这个成语吗 哈哈哈 我觉得对大家都知道的成语 我就不用再解释给大家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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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冬 冬天的冬 日 就是太阳 夏 夏天 云 白云 哈哈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冬天的 太阳 像夏天的云朵 哈哈哈 他就说这个东西 你特别需要 就像冬日下云一样 给你带来了舒适的感觉 哦 对 他现在上的是中国学校吗 哎 他上的是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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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交流和不上畅通 那当然 一个回合之后大家就陷入了沉默 哈哈哈 叶伟国先生 你长大了你想回俄罗斯生活呢 还是在中国生活呢 这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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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啊 啊 太开心你喜欢中国 对 而且而且其实说真的您刚才的教育会让很多的中国家长会有点惨愧甚至反思 我们无数的中国家庭都逼着孩子去学英语 对 而学完英语以后 他们真的很多就忘了中国的成语 很多成语做什么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成语 典故事什么 从哪来 怎么样的故事 很多连父母都搞不清楚了 我们真的希望很多的中国家庭别忘了咱们的根 对 希望你能够吃一面镜子 照亮我们自己 对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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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块吧 来 通过 对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哈哈哈 父母都不要害怕自己的孩子